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次拍摄泳装单就胸前坦荡荡 做一个第二次穿泳装的前辈 然后给了后辈们很多指导 至于是什么指导你们懂的 这是我第二次拍摄的泳装MV 有点熟悉了吧 第二次拍摄泳装的时候 对于沙滩上面跳舞会有一点技巧 然后希望在舞蹈还有各方面表情 神态上面能给大家产现的更好 感觉现在的自己能够越来越在镜头前面放开自己了 所有N队的成员都有进步了我觉得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泳装的拍摄了 然后第一次觉得比这一次要胖一些 最近也有要了 看我的曲线 是不是比之前好一点 因为昨天跟韩国导演又见面了 然后发现他还认识我 就感觉好开心 就看着他们特别的亲切 这次见面有一点像叙旧的感觉 导演和他的工作团队一来就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变美了 然后就夸我们嘛 感觉他们没什么变化 身体还是壮壮的 感觉又散了嘛 希望在众人中显得不要很突兀 这个还是一直以来的顾虑啊 然后就是快很准的完成这个 以为真的很怕黑啊 我现在这两天 已经跟张鲜河那个谁一样黑了 我都看上钢果公主了 我觉得好压抑 一定要规范一定要和谐 就是让大家看起来像一个整体 就不能随着自己性子跳 动作啊什么不要跳错啊 然后不要入出一些很严厉的表情 这次跟米云康正老师合作呢 也是非常的激动 因为他让我尝试了一种 我自己没有尝试过的性感风格 一开始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是犹豫的 在我的印象里 米云康正老师的风格 是我有一点难以企及的那种 接触他真人之后 发现他友善和蔼 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老童 他们人都特别的好 会指导你一些动作 米云老师呢就是超可爱的 他拍照的时候 假如感觉到我们有一点点 不知道该怎么摆动作还是什么 他就给我们说 给米云康正老师 然后这样 然后给我击个掌 特别速度快 然后那时候你还没有想好 摆什么pose 然后他就啪啪啪啪啪啪 就过去了 我们那些成员啊 米云康C和米云康钱 他们也是充当着学习米云康正老师的 那个拍摄角度给我们大家也拍了很多 然后我觉得还不错 会收藏的 或者给你们看 男人装吧 我本来以为是棚拍的那种 他们带着我们去那种悬崖上面 应该也会是有不错的效果 希望能给大家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风格 昨天有一组那个照片 在那个树底下拍的 从来就没有这样拍过 拍完了以后就感觉自己很安静 整个心里面也很安静那种感觉 男人装那边的话 拍的是一种情绪化的东西 米云康正老师的话就拍的 因为反正也是在那种泳池边啊 或者什么就 还挺阳光的那种 相比之下呢 我个人更喜欢跟 米云康正老师这样的风格接近一些 因为她是我见过第一次 能够把拍里面拍的这么好看的人 我喜欢米云康正的拍摄 拍的比较开心 而且很自由 米云康正老师的话 还是相对比较切合我们团队的这种感觉 然后我比较喜欢米云康正老师拍摄的那种手法 就是她会把人的身体分为四个部分去拍 拍出来的效果就很棒 然后很有感觉 我现在爱上了拍里德的拍照 然后拍那么美 所以我爱上了拍里德 总觉得两个的风格都不太适合我 不知道为什么 年年饭大家好 我是一家爱 嗨那边的柚子你们好 对面的朋友 听到我在说话吗 我很想你们哦 快点把我从塞班岛救回去 好热啊 我觉得我要热死了 嘿男人 嘿女人 嘿女人 嘿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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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嘿男人 大家好 我是武哲 我现在在塞班哦 我喜欢塞班 你们还认得我吗 虽然我现在虽然说是比以前 我们稍微黑了那么一丢丢 但是我相信 我丢到美里 你们还是能认出来我的对吧 回去要像平时那样微笑的对我打招呼 不要装作没有看见我啊 亲爱的粉丝们两个礼拜不见 你有没有想我呢 我知道了你们还是会去看公演 还是会去看其他的小伙伴们的 再过几天就要回去跟大家见面了 也请大家期待一下 大家也要非常期待我们的MV哦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这部非常棒的 水灼灯 盛下好声音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支MV 回国见啦 大家到时候要打访哦 啊 24个成员穿泳装 我觉得身材最好啊 那让我思考一下 嗯 这个 那你这个问题就是 很难选择嘛 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 目前最喜欢的是小怪兽的身材 三维各种都特别特别的好 我觉得应该是小章鱼 我觉得身材的话应该是小章鱼最好吧 因为个子高高的 然后胸也不是特别大 然后 啊真是的 你们这个问题我跟你说好久 不要这样了 都看过了 真的很难以割舍 你们知道吗 你们不懂 没错 因为你们没有看过 哈哈哈 我自己最喜欢的S队的代母前辈 这个怎么说呢 我的个人比较喜欢赵月的身材啊 非常的 令人心潮澎湃 还是选赵月吧 因为他首先有腹脊马 然后简直短短的太棒了 真的 我自己觉得我身材 我自己感受不到我身材好不好吧 反正这几天 我每回一脱完衣服以后就穿个泳装 然后他们就跑过来又捏又揪 然后就说哇 他说你这是签子肉吗 那可以烤来吃哎 然后我说哦 那还要说吗 那还要说吗 听得眼前大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不不不 还有一个问题哦 那现在我就直接说 哇哇我来到了 就是来到了塞班 很开心 这可是俺第一次出国呢 呃 有路人不是更真实一点 因为这是第一次来到这种欧洲的热带国家 然后是欧洲吗 美洲 不好意思 切掉这段 嗨 你们想我了吗 现在呢我位于美国市塞班岛 不是美国市吗 就是吧 它不就属于美国的吗 美国对不起啊 你为什么不喊开始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S&H48的徐晨晨 我现在赛班岛 是不是感觉很不一样呢 和大家一起约定好 我们会 我每次的旅行都会带着大家一起 那这次呢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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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 外面阳光天呐 我赛了整个人都变黑了 我希望能拍出那种非常清新那种夏天 夏天的什么感觉 夏天的夏天 夏天的感觉 哈哼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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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 去年嘛拍那个马尾与发圈MV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平胸 然后经过了一年 然后经过了岁月和食物的熏陶 我终于发育了 我没有浪费一年的食物哦 加油 前面两个合作团队呢 首先是第一个是男人帮 然后觉得对我 男人装 不要再不要再意中 我想哎呦这个实话太那个啥了 我想说实话 但是我觉得不太不太好 我觉得自从穿的有一张 不是自信的问题 是觉得太 就是其他穿起来就太麻烦了吗 就你东套一线西套一件 啊真的假的 不要放出去那个 哎呀 大家好 我是居精一 我现在在塞班岛 希望我们这次拍回去的MV 能给大家近距离的带来 塞班的风情 乐乐乐乐乐 我们下一次的声音 我们下一次的声音 不错了 我们下一次的声音 写上去 让我们下一次的声音 我们下一次的声音